一名女子向警方报案 称自嘉明宅疑似遭人入侵 还从里面把门翻锁 真的吓死人 警方到场后立刻翻墙进去 想不到竟然看见一对情侣 正在屋里呼呼大睡 该处已遭人翻锁 警方睡借由警用机车攀爬 一名发高知为前翻墙路内 发现屋内有一对男女在内睡觉 这间民宅的屋主长期待在国外 只有屋主妻子偶尔会来收信 想不到却让人钻空子 情侣当谎话连篇 一开始变称是朋友协助他们入住 但却说辞不一 后来声称是看屋里没人 暂时借住一晚 但警察一查却发现 明明就已经住了好几天 原以为只是擅闯民宅睡觉 没想到两人还手脚不干净 被害人清点时发现有财务损失 警方当场将情侣依窃到侵入住宅送办 法院最后各判两人拘役50天 一颗罚金相加10万元 看到空屋直接把别人家当自己家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